其實 其實我覺得這個事情很簡單因為 因為這就是胡佳蒙一直在傳的嘛這兩三年來一直在傳這個消息 那其實我的看法很簡單啦就是如果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你現在有小孩子 可能是國小國中的 你只要問你家小朋友 或者你的弟弟妹妹 如果是弟弟妹在念國小的或者國中的都可以 你就問你的弟弟妹妹 如果是阿公阿嬤你就問你的孫子孫女 好老師有跟你尬什麼插嬌嗎 你的課本有沒有 小學的 小學六年級的 尤其是女性 女生小六年級開始慢慢進入青春期的 學校老師怎麼跟你教的 有教嗎 這個事情那麼簡單 你就問問自己家裡的小孩子 就知道啦 但是 為什麼這時候跑出來選舉 就為了選舉要複製嘛 他後面在影射同婚嘛 這有什麼複雜的 那 所以他是想要呼喚哪一群的選票 他就是要複製2018嘛 那問題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你在這複製的過程當中 你會傷害到一些無辜的第三者啦 我自己也跟我說 我自己在朋友裡面有一些人他們是同性的 他們做了什麼 只是因為你韓國瑜要選總統嘛 然後呢 他們就默默其妙被傷害啊 尤其是我認識的 有一些比較年輕一點的朋友 兩個都是男生啊 你在影射什麼會不知道嗎 大家都明眼人嘛 只是我沒想到說 選舉選到最後 他就在檯面上 而且是李嘉芬 一個辦教育的人就直接站在檯面上講給你聽嘛 這是我比較意外的地方啦 但是我不認識李嘉芬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變 韓國瑜我比較知道一點 韓國瑜沒有變從頭到尾都沒有變 他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韓國瑜如果今天不是繼續從政的話私底下 幾個四五十歲的老男人 喝兩杯酒 打打屁 他就會講這種笑話講這種段子給你聽 潘基蓮跟 這個 頭起小不起 這就是他會講的話 一點都不奇怪啊 他今天 因為今天他的對手是 蔡英文啊 所以他就拿出來講啊 只是男人之間喝酒講的婚宵話 我也沒想到說他把他拿到檯面上來講而已啊 他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啊 你知道他 我換一個名字來用馬英九就好了你知道他怎麼講馬英九 馬英九就是詐欺集團 他怎麼他那時候怎麼講馬英九 他說 馬英九 你以為動不動就想兩百個國家免簽喔 老百姓有錢出國嗎 老百姓坐飛機出去免簽是要去當詐騙集團嗎 這就是這就是韓國瑜的語言啊 你你你如果是 喜歡馬英九的人你聽了大概受不了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是討厭馬英九的人你聽了覺得好爽 這個韓國瑜怎麼那麼會講 韓國瑜講沒有 韓國瑜在選黨主席的時候是這麼講的啊 你覺得韓國瑜只是這樣子嗎 他在選黨主席的時候怎麼講如果你把他黨主語內化拿來看他選總統一定很好玩 他說治理黨跟治理國家是真刀真槍啦 所以我們現在找不到這種人 我也不可能 我的選票啊就像追女孩子一樣我是禿頭 我是禿頭 所以我們要很勤勞 要全台灣 要全台灣去走 要去告訴黨員 我是多麼有認真我是多麼有理想要去選 要很認真要很勤勞啊 這就是韓國瑜啊 那韓國瑜 還有個個性還有個特質 私底下 吃飯喝酒的時候他很怕一件事情 他很怕冷場 只要一冷場他就會 趕快講話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就會講很多婚笑話 所以他沒有變 比如說 好啦 準備被告 長期的養成 那原來是 對 這是他自然的 那選工程市長說隱藏的蠻不錯的 沒有啊他也是這樣子講 他也常常講很多笑話 圖子跟月亮走 這是他信手拈來 就像說到了酒店的時候 怕冷場啊 就會耍一下心情給大家看啊 賴關城應該這樣子被告啊 那你以為那個是 那個是 他突發心想不是啊 他平常就是這樣子啊 最而言之講他就是個痞子啊 這個